大家好爱吃鱼的小猫君又和大家见面了 电影One Dare and the VIP是应会 金秀贤秀们恩来支持秀志了 没想到都播出这么久了 还能看到Dime High的售后 在这次合影的现场之外 我们还看到了 金秀贤和金志愿可爱的人行力牌 这是什么 六一儿童节幼儿园校门口家长们迎骂 看住太可爱了好想笑 除此之外在One Dare and the首映式上 粉丝们注意到金秀贤身边的保镖盒 前段时间在机场护送志愿的保镖是同一队 看来两家经纪公司真的共用保镖 与此同时最近 网上的粉丝们都在热议志愿和秀贤 从各个角度看都惊人的相似 甚至他们的脸都融合在一起了 如果这不匹配 我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他 此前百想大奖上 当晚一出场就备受瞩目的莫过于 近期凭借大热剧《眼泪女王》 人气极生的金秀贤辣 虽然最终不敌男公民 失落是地宝座 但金秀贤在剧中的表现 获得不少观众的支持 成功打败金轩虎 高票当选 拿下男子人气奖 金秀贤开心表示 大家好我是金秀贤 能遇到这么好的作品 然后拿到这样珍贵的奖 我真的非常开心 将来我会成为一名能给大家带来幸福 然后自己也能变得幸福的演员 谢谢大家 只不过不少网友也遗憾 《眼泪女王》颗粒无收 但更多的人都认为金秀贤和 金志愿演技一如既往出色 只不过《眼泪女王》未能获奖的 关键因素在于剧本问题 而且其实《百想艺术》大上早在颁奖之前 就吐槽编剧朴志恩了 《百想剧情》太过于陈枪烂调 和设计不合理 这导致观众兴趣减退 认为其缺乏艺术性和情感共鸣 作品如此火爆绝对是因为金秀贤 和金志愿化学反应最棒 不仅如此咱们的白女婿 在活动现场当天 虽然是刘海造型遭到不少吐槽 但依旧是 长得帅得傻瓜 可爱举动更逗笑了不少观众和网友 不管是走红毯时将硬得犹如机器人 被要求比爱新手势时更是卡卡的 最搞笑的是 从化妆室回来的金秀贤 突然被主持人深冬夜Q 请他展现可爱的模样 而金秀贤虽然当下十分惊慌 但还是立马 白女婿上身 重现了眼泪女王中 喝醉后撒娇不要回家的哭戏样子 虽然今天老婆金志愿未能出席 但主办方却不放过双金CP的热度 回放之前这几位入围走红毯的走灯 结果意外形成 金志愿和他的男主们 金秀贤合作《眼泪女王》 朴旭俊合作《三流之路》 李明基合作《我的解放日志》 而且中途大屏幕还切到李明基和 金志愿合作的剧照号 更有眼尖的网友发现金秀贤上演 笑容消失数 原本还笑嘻嘻 一看到老婆的前任 表情就突然变得笑不出了 最好笑的是 后面的嘉宾们也是一副全程吃瓜的表情 满脸以母笑地看住金秀贤 乌立秀面班奖典礼结束后 也透过巴宝泡泡 发了一个TT的符号 她和金志愿的情侣名字 也因此被不少CP粉解读为 夫妻档只来了一个 显得特别孤单 想住如果金志愿也在就更好吧 网友也纷纷表示 拜托你更新一个 TT 会让我想到这个 评论区说的对两人是TT 但今天只有自己所以是一半的TT 这是想另一个TT了吧 哪位普通搭档会吧 这种采访小细节的梗记住 这种梗一看就是给最懂他的人看的呀 金志愿已经确定会举办粉丝见面会 经纪公司公布BEMIONE 亚洲巡回见面会地点及时间 国内粉丝最关心的澳门站 安排在8月17日 售票日期与见面会地点尚未公开 粉丝们要盯紧了 千万不要错过韩国女演员金志愿 自出道以来演出过多个 令人印象深刻的电视剧角色 从继承者们的千金刘瑞秋 或是太阳的后裔强悍的影明珠 到三流之路中天然可爱的崔爱罗 都不断证明他除了拥有惊人美貌 也同时具备精湛演技能使观众深刻入戏 近期他与金秀贤合作主演的 《泪之女王》更成为话题之作 不仅完美演绎才罚千金红海人 也让剧民们再次背他 独有的反差魅力所吸引 以下代理用六件事进一步认识金志愿 他原本要以歌手出道 1992年出生于韩国首尔 国中之前住在美国芝加哥的外婆家 某次回到韩国时在街头被星探发掘 从而签约成为练习生 原本金志愿梦想以歌手出道 经历了长达三年的歌手培训 2008年 金志愿还以Jessica K 一名亮相歌手的MV 以钢琴伴奏身份登上音乐节目舞台表演 他跟Big Bang合拍广告露头角 2010年在金志愿18岁时 与男团Big Bang合作拍摄了 LG Luripop系列手机广告 并以此正式出道 同年5月 因为拍摄RNK饮料广告中的 青春活力形象而展露头角 让许多观众开始注意到他 他演出继承者们打开知名度 2013年 金志愿演出热门韩剧 继承者们中的千金小姐刘瑞秋 刘瑞秋拥有标准的大小姐脾气 虽然表面冷漠 内心却非常脆弱 继承者们播出后 主角群都收获超高人气 金志愿更因此接到不少戏剧邀约 接连演出多部知名作品 包括2016年太阳的后裔 2017年三流之路等 他的代表作太阳的后裔 三流之路 2016年 金志愿与宋仲基宋慧桥 敬酒和演电视剧太阳的后裔 在剧中饰演军衣冠以名朱中卫和敬酒所组成的 救援CP 在电视剧播放时话题不断 还让他获得KBS演技大赏 女子新人奖以及 迷你剧部门女子优秀演技赏 2017年 金志愿成功晋升为一线女主角 搭档朴旭俊演出三流之路 三流之路可说是使他人气 知名度大涨的重要代表作 热血又励志的好剧让两人 再度成为话题中心 除此之外剧中由他演出的 崔爱罗所说出的撒娇排词 我真的不是装漂亮 是天生就很漂亮 更成为韩国艺人争相 模仿的经典韩剧片段 他在《我的初走日记》中的暖心演出 2022年播出的《我的初走日记》 故事讲述三子弟想要 逃离达到极限的人生 与神秘的外地人巨事之间融入了 温暖和共鸣的故事 金志愿饰演三姐弟中的老门连美珍 连美珍个性内向安静 在剧中因为完美全是贴近 社会现实的角色新进而获得 观众的共鸣极喜爱 她是极度内向的宅女性格 金志愿曾在受访时分享过 自己的MBTI是INFP 是个极度内向的宅女 近期更被网友们捕捉到 上节目一开始精力充沛 经过长时间录像后 社交能量耗尽的疲惫模样 非常可爱 而当被问到休息日会怎么安排时 她总是回答喜欢待在家中听音乐 看电影或是在被窝里睡一整天懒觉 这对她来说是最能充电 调整体力的休息方式 她在《类之女王》 饰演财阀百货女王 韩国浪漫喜剧《类之女王》 由爱的迫降编剧制作 开播后便连续三周在40多个国家的 34X排行榜上蝉联前时 并在台湾排名第一 金志愿在《类之女王》中 饰演Queen的百货社长 洪海仁 同时也是Queen的集团财阀第三代 人称百货女王 出身富家从未对他人屈膝低头 然而他却选择合龙头里 村长之子白贤药金秀贤逝结婚 《类之女王》剧情从集团签金 洪海仁与农村里长儿子白贤药 结婚三年后的时间线开始 在这段婚姻关系中 俩人都面临了巨大的压力 他们将会如何克服人生的重重考验呢 有兴趣的观众要去杀一杀